所以我認為黃世民這件事情 絕對不會只打幾通電話 因為他一定想起來就直接電話就撥出去了 他是非常清楚的 那相關的官員都抱怨過 他只要想到什麼了 今天報紙一打開是怎樣 報紙一打開他一定有什麼想法 他就打電話給你 所以你說他不安 他習慣性咬指甲 馬英九啊 那個是三歲小孩才會有的習慣 他習慣性咬指甲到台北市長是 他後來出來浮選在火車上 這麼多人在看 我還親眼看到他 直接咬指甲看公文看知識 看看相關的資料 就直接這樣子咬指甲 看過他咬指甲的人非常非常多 所以你就說他不安 他那個心裡不安從小到大都不安 也許他爸媽對他期望 他自己對他期望還有他對權力的掌握 所以一直咬指甲 那想到什麼就打電話 想到什麼就打電話他也不管你 因為他最大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你給大家看 他其實都在講一個 就是滅亡計劃 那滅亡計劃就是不斷的往上填的 那從9月6號以後的所有都有節奏 為什麼要打電話 你今天要開記者會 他會告訴你 好你開記者會 我9月7號投完中央委員選舉 我就出來講說你趕快回來 然後不是就傳說他要嫁女兒嗎 這時候沒辦法回來 9月8號他自己想想要找大家來開個會 然後就抓著江儀化跟吳敦毅出來 再開個正式記者會 那9月9號其實江儀化也是在那天 接受中央社專訪 相關的聯繁專訪 所以他有沒有節奏 當然有節奏 9月9號他出來開記者會 柯建民也出來開記者會 然後那個江儀化再補一槍 才會鬥到今天立法院 沒有辦法開議 所以他是有節奏的 所以可沒有 可是這個坐實的特政組 真的是總統府的打手嘛 我再回頭請教大家一個邏輯 再講一下